老叔 今天说好拉高结算 今天为什么又跌了191点 拉高不成反而被压低了 而且我跟你讲不止跌了191点 外资的空单增加到了3.7万口 空单越来越多 是不是外资他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台股会不会像上一波一样 不要吓我 再次大跌千点 但我想其实说真的 分析股票 我们只能分析趋势 就好像天气一样 气象报告说这个星期都会下雨 你能准确的预期 明天会不会下雨 还是后天 哪一天会下雨吗 没有人能知道 但是你可以确定的是 最近这个星期下雨的几率很高 对吧 所以今天台股算下跌 但是我们最近专报写的股票 有很弱吗 是没有很弱 你看台积电 什么没有很弱很强吧 台积电的子我们来看看强不强 台积电子公司精彩 稳定向上电高 波段涨幅超过了20% 等于赚了超过两根掌停板 对 COAS相关类股 均豪冬结 今天股价再创新高 完全不受大盘的影响 老师最近分享的矽光子 CPO旺系 今天也是不怕大盘下跌 股价来到了历史新高 最近的股票真的是有够强 不过老师 到底现在要选什么股 胜率比较高呢 其实大家发现 现在台积电上消息 台积电持续的扩厂 现在在德国那边也扩厂 那当然就是沿着台积电 投资获率是最有保障的 至于要怎么挑 怎么选 大盘后续怎么走 今天节目通通告诉你 你的信心我来给 你的股票我来帮 加入赖留言股名 赵素成本 任何投资的问题 都欢迎来跟我们一起聊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的买点都是标准 我是何姬鼎 超过20名的投资经验 关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 到操盘策略 帮你培养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订阅 分享 并加我的LINE AT 欢迎收看今天的点栏目 你是不是在记仇 昨天没有吃到蛋糕 你只吃到了7000蛋糕 而且是不雷 不让你雷的蛋糕 你很酸气 所以你把脸蒙住了 我遮住的是我的眼睛 我不太敢看这个盘 为什么 你有聚高症 今天跌了191点 好等一下 先拿下来 看不到很难讲 不是 有小超吗 还是有大字报 不是 重点是我美丽的容颜要露出来 哇哈哈 今天跌了191点 而且那外资的空单来到了3.7万口 对 你说 该死外资 我看到这样子 我不心慌是骗人的 对 老师你赶快帮大家剖析一下 发生什么事 但是前一波大跌下来 说真的 其实大家都已经够恐慌了 我告诉你恐慌中的恐慌 恐慌过后的恐慌是什么 是什么 是没有恐慌的 恐慌的极致 就是不怕了 对 比如说你昨天很生气 对 所以我今天送你一个比较好吃的 是吗 你打开看 大王 那是什么 大王巨竹虫 对 你看到的大王巨竹虫之后 我问你 是 你一开始看到是不是会很害怕 很恶心 看到那种虫类的 很恶心 而且他那么多脚 很恶心 但你多看他几眼 我问你 我今天再送你这一只 你还会不会害怕 我觉得这个比较可爱 我觉得这个比较可爱 对 那是不是比较没那么害怕了 对 看习惯了 对就看习惯了 其实你会发现 股市就是这样 股市第一次发生的事情通常会比较严重 人对没有碰过的事情会比较恐惧 对 比如说上次为什么会大跌 上次不就是日本央行吗 他说要升息吗 对 然后后来他们副行长出来说 放心 股市动荡 我们不会升息 对 那今天为什么又动荡 因为其实今天早上报纸就有写了 日本央行又在放音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画面看一下好不好 日本央行再次放音了 就是暗示要升息 那他升息呢 那市长又觉得会不会像上次一样 哇避险性的卖压全部都跑出来 就一堆人卖股票把钱拿出来要去还日币 对 那造成上次台子期都跌停了 够恐慌了吧 对不对 好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消息出来 其实坦白说今天跌的只有台股 台股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有点过度担心 所以今天日股没跌 今天日股没跌 我们来看一下日股的部分 日股是稳定向上跌高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是恐慌中的恐慌 恐惧中的恐惧就是没有恐惧了 就是不怕了 就是不怕了 比如说你知道吗 最近有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 什么事你知道吗 星光银行要被病了 你知道星光金它根本就是烂到掉渣的股票 可是现在台心金跟中信金双融抢金 对我们看一下星光金的部分 来星光金 这就是星光金 我一直找不到他 原来他就在眼前 他就在眼前 就好像多头一样 多头就在眼前 但是我们不相信 你一直不相信 你就一直看不到他 一直找他 你看一下 为什么我说他烂到掉渣 因为其实他去年的盈余是付的 去年是赔钱 全台湾前五大前八大金空公司 大概只有他赔钱吧 几乎每一家都赚钱 就只有他赔钱 我问一下 开银行要赔钱是不是很难 对 也不一定 那我只是说 你看一下 那当大家就最恐慌的时候 当星光金你会觉得他没有用 赶快把它卖掉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最近的股价有一直往下跌吗 没有 他好像一个标股一样 在银行股里头 他这样算标股了吧 慢慢不断的向上垫高 而且今天大盘下跌 他还再创新高 为什么 因为他烂到掉渣了 恐惧中的恐惧就没有恐惧了 而且他成交量今天是第二名 对 他烂到掉渣烂到怎样 大家觉得没救 现在等什么 就是等被并购 那等被并购的话 大家就觉得有买盘会进驻 然后带动股价向上拉抬 大家在想他会 因为中信金要抢 所以大家就在想说会不会溢价交易 对 会 因为他是用公开收购 以我过去的经验 今天特别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大家往上加个20%就好了 20%就好 20%就是未来可能中信金 公开收购价最保险的一个价格 因为公开收购是什么 以过去来讲 我有看过很多公开收购 比如说像日月光 日月光收购细品 他就直接用公开市场去 就是拍卖 就是把它买回来 公开市场收购 我直接去市场上收你的股票 但他会高出当时价格大概30% 我记得那时候30%还35% 了解意思吗 所以你如果保守一点保险一点 你抓新光金未来会上涨的空间的话 你大概抓个20% 从今天的一个低点 往上加个20% 因为你知道你再买上去 那个中信金总不可能无限金额 涨多少他收多少吧 他公开收购会有一个价格 比如说我收好了15块 我就是买15块 你要不要卖给我 了解意思吗 懂意思吗 所以说你看一下烂到吊渣就是有救了 恐惧中的恐惧就是有救了 就再举一个例子 好 比如说我们刚看到乌二战争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很恐怖 对 乌二战争为什么恐怖 因为你会发现 哇那时候什么老的老的老的 被那时候什么被飞弹打下来杀掉 然后呢 那个爸爸要告别家庭啊 去打仗啊 那时候就说有点担心 会不会演变成世界大战 对 那所以你会觉得很恐慌 但是你会发现 今天在跟你讲乌二战争 哦还在打啊 对 哦就还在打啊 你不会觉得特别恐惧 特别的恐怖 就像我现在都已经可以这样 平静的摸着大王具 你要不要再摸这个 这个我真的没办法 好我知道蟑螂很多人没办法 所以我应该先拿出这个 然后再拿大王具 我就觉得他很可爱 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现在大家就是一个过度恐慌 所以你会发现最近台股没量 对不对 台股为什么没量 因为就像我之前一直在节目跟大家分享的 我打得欲巴掌 他可能不会马上原谅我 对 就好像现在台股上一波下跌 跌了 哦台子期都跌停板了 吓到大家现在很多人还不敢进场买股票 没错 所以呢当然会没有量 我告诉大家现在 现在其实有6成到7成的量能还是来自于哪里你知道吗 散户 哦 因为大户没有那么多 大户虽然说买的单价很多 但是散户大军你知道合计起来 占整体的成交量还是6成到7成以上 所以现在为什么没有量 就是散户还心计有准 还在担心 还在场边观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反而是比较好的进场时机 那最近呢我有就是LINE很多人跟我聊天 嗯 那我要问什么呢老师 聊到最大的重点都是什么 他们很后悔 在上一波的时候没有听我们的话 不要乱扛股票 哦 你知道吗 以上一波来看可以给我看一下画面 上一波来看一下 来你看一下上一波台子期是不是这样 不是台子期 台加全股价指数是不是这样大跌 对 哇这一波跌下来好多人受伤很重 因为这一根台子期是跌停很可怕 然后呢很多人就砍在这边最低点 然后结果一路向上拉抬 一路向上拉抬 我那时候不是有跟大家分享 我说无论你心态偏多还是偏空 都是先谈再说 所以呢你要等反弹反弹再来换股 所以在刚跌前两个礼拜 我会有没有叫大家说 哦你赶快换股 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发誓我真的没有 因为我知道 有9成以上的股票都会这一波上涨 了解意思吗 你看现在是不是完全命中 所以我说最近有很多人找我聊 就是他真的很后悔 上一波扛在最低点 明明弹回来 他输了50万 甚至有些人输了100万 他明明弹回来就不会输了 为什么他要扛在最低点 然后现在呢 不上不下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呢 大家看到大盘嘛 不是不上不下吗 就在这边滑下滑 22000点之上还要滑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今天还要滑 因为其实市场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最重要还是什么 鲍尔星期五的演讲 鲍尔星期五的演讲呢 大家就很担心说 鲍尔星期五演讲会不会有出乎市场意外的表现 其实我告诉大家不会 我昨天就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最近新台币一直在升值 因为资金涌进亚洲 因为资金涌进亚洲股市 所以你会发现 新台币一直在升值呢 其实就是代表什么意思 要降息了 准备要降息了 那国际资金持续的汇入台湾 我认为 最后最后还是会流向股市的 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投资股票的部分呢 我们再从技术面去看一下 你再从技术面去看一下 你会发现 说真的啦 我们就从技线当成一个关卡 你会发现 道琼股价指数是在技线之上 还是在技线之下 技线之上 而且很远 他离技线之上很远 他准备要怎样 挑战历史新高 准备要挑战历史新高 你觉得道琼股价指数这样看起来 像空头吗 不空 不空 好那你说老师要道琼例外啦 我们再看标普 标普在技线之上 还是在技线之下 他在技线之上很远的地方 在技线之上很远的地方 也是一样 他有机会怎样 挑战历史新高 所以这像空头还是多头 多头 多头吗 在纳斯达克指数 虽然说他只 只在技线之上 一点点 但是他还是在技线之上 我这样讲没错吧 没错 所以你看美股像不像空头走势 不像 美股不像空头走势的话 我就问大家 美股不走空 台股会走空吗 台股不会 台股不会 因为长期来看 台股跟美股都是联动的 好 所以我们回到台股的加全股价指数 我们先看全职股 最重要的全职股 台积电 台积电在技线之上 还在技线之下 技线之上 还是在技线之上 当然今天有一些利多 就是他在德国厂要动工 动土了 然后欧盟说要补助他 50亿欧元 但是还是没涨 股价还是没涨 为什么 因为今天结算大家 市场信心比较没有 比较缺乏信心 尤其是上一波外资空单 高达了37,000口之后 出现了一个跌停 很多人现在很担心 在结算日又碰到外资 空单持的量很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今天散户接股票的意愿 非常的低 不高 所以今天没有量 没有量的下跌 我认为他不用太担心 而且他是维持在高档 是在技线之上还是技线之下 技线之上 技线之上就别担心了吧 好不好 那既然台积电会在技线之上 我就问大家 现在台积电占大盘多少 35到40 对啊 35到40% 那台积电一上涨 大盘就上去了 大盘不会涨吗 好 所以你看一下 大盘现在呢 虽然说在技线之下一点点 但是我认为他不会大跌 因为我们从美股看 对不对 美股四大指数 都没有太大的状况 对不对 刚看到 道琼 那达克 还有标普败 都没有太大的状况 连日本 苦主是日本 他也是红的 日本也是收红的 你说到底有什么好担心 有什么好害怕的 没有错吧 对 好 所以你会发现 加全国家指数 是不是在季线附近震荡 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 台股台积电都突破季线 大盘迟早会回到季线之上 只是呢 短线长得比较多 你看这一波是不是长蛮多的 他两个礼拜长了快要3000多点 对 再加上这边我有跟大家讲过 这边 他KD指标已经到了相对的高点 到80了 那他到80之后我之前 其实我为什么昨天会预期 我觉得应该有机会拉高结算 为什么呢老师 因为我认为啊 如果说KD指标到80以后 昨天美股其实表现得不错 应该是前天的 前天美股表现得不错 我认为应该有机会就是美股上涨 带动台股上涨 那台股上涨呢 触发到外资的停损价 就是他做空嘛 他那一堆空单 他那一堆空单如果上涨的话 他迟早还是要停损的啊 那停损价之后就有机会拉高结算 没想到今天全亚洲股市只有台股在跌 外资太顽强了 我认为主要是散户对于外资有一种 惊恐的心灵你知道吗 就很害怕啦 所以就涨不起来 你看今天其实亚洲股市都没有什么跌 就是只有跌台股 那形势就很清楚啦 主要是散户的信心不足 但短线也涨多了 我觉得难免会在高档震荡一下 所以我认为后续的盘势应该是怎样 大概就在22000点到23000点以下这边 先震荡一下 这边区间震荡之后才会再走高 但震荡走高就没有机会了吗 就没有机会操作了吗 大家想看哦 其实加权股价指数在这边附近震荡 我认为反而是中小型类股上涨的一个好机会 为什么你知道吗 大家可以看一下贵买指数的部分 贵买指数有没有比大盘先占上季限 那你就说你会发现当大盘呢 量能还不足的时候 比较容易上涨的是什么股票 中小型股票 比较不容易上涨的是什么股票 全职股 对没错就是全职股 所以呢你会发现哦 最近全职股啊 最近很多人也问我另外一个问题 老师鸿海可以买吗 台积电可以买吗 台积电可以买吗 你会发现鸿海台积电 来我们看一下鸿海的部分 鸿海有没有涨 鸿海没有 鸿海没有涨 对不对 很多人在问啊 对不对 那像广达的部分也是一样 没有涨 那最多人问是问可不可以买鸿海了 但我觉得鸿海也是要暂时休息一下 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急 因为就是量能不足 量能不足多头格局没有改变 我跟大家讲过 很多人不敢买股票 就是多头 因为它量缩上涨 就代表敢买股票的就是那些人 散户还没进来 但是当你指数慢慢墊高的时候 散户一直在观望 那现在你会发现行情 现在呢震荡震荡 你会不会持续的观望 我会 你会观望对不对 等到哪天涨起来 会不会又吸引你进场去买 会 所以暂时量能不足 就是代表说什么 散户还在观望 但是已经有一些大人物先进场卡位了 对 卡位到现在可能这些大人物 一直在涨一直在涨 我就问嘛 那天跌停买进的人 今天还会再买股票吗 会吧 他们可能在观望 就是等待要获利了结也不一定啊 因为已经赚很多了你知道吗 对呀两三千跌了 对呀已经赚很多了 他们会不会想说 我这波先卖一趟 我等回党再买一趟 会对吧 那所以现在就是在观望阶段 但是在观望阶段量能不足 贵买指数先占上季星 就代表什么 中小型股 中小型股股表现已经非常强势 所以你会发现 我非常看好台积电 但是呢 我建议大家操作是什么 沿着台积电买股票 对 沿着台积电买 首先我们看到 金财 金财 金财的部分你看一下 哇他走势真的就是强哦 有没有量能很稳 然后呢我们那天进场之后 他就慢慢向上跌高 8月16号就涨停 涨停完之后 有没有持续的向上再创新高 有 有没有 那一波我就跟大家讲 昨天后率也20%了 那今天台股是大跌还是大涨 大跌191点 其实191点也没那么大跌 以现在的这个状况 如果没有跌个500点的话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大跌了 因为你扣掉台积电 其实还好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台股是下跌了191点 金财有跌吗 收红耶 今天算是没跌了吧 对啊红K 高档震荡对不对 你看一下 我们就是在 我刚刚讲了 跌停版那天 大买股票的大人物 有没有在现在想要买股票 没有 因为他们现在在观光 就是等货力老街 你看就这样 精彩 我买到现在 我会不会再叫我的团队成员 再进场去做加码 不会 我218块买进 报到今天 267 我报的好安稳 我干嘛 我震荡震荡走高 如果涨不上去 我出掉是不是照样获利 照样赚 如果涨上去 我是不是赚更多 那我就等 我这几天如果涨不上去 我就再出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关键就是 底部买的人 他的心态是什么 你现在在这边 你会觉得很尴尬 因为你觉得 大盘就在2万2千钱 附近震荡 好像要买 好像又不要买 要等第二只脚 不要等 你就一直在 你什么 小剧场 我跟你说 怎样 其实我昨天 有想要进场 对 然后结果今天这样一跌 我又缩回去了 你又Q掉了 对 对 那所以你看 这也证明一件事情 每次买股票 都是什么时候 是比较好的时机 跌的时候 就是大家Q掉的时候 所以这两天 说明是比较好的进场时机 你看 我们没有动 获利报劳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再来 你看一下 我们这边 是不是那时候就跟大家讲 赚了15% 那我们呢 不只是用金材赚钱 我还用金材换四电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现在手上525秒不会动 对 所以我们用金材换了四电 是不是成功换股 你看一下 金材换四电 有没有那天的状况 我印象非常深刻 金材那一天只有218 四电是222 我四电222块的股票 我换过去218 找4000 还找4000 找4000之后呢 你看一下 四电到今天 今天有涨啦 好棒 加油 好棒 有没有 但是呢 看一下我们的金材 今天涨几块 涨4块 226 那我们当初换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22 涨4块 4块 涨4块 那你看一下金材 我们218 现在是267 你说 是不是差很多 换对股票是不是就差很多 是不是完全正确 完全命中 对不对 好再来呢 我们说沿着台积电买 金材是台积电子公司 没错 那台积电呢 他最近 其实不是最近 这一阵子一直跟大家分享 什么东西最重要 COAS COAS跟什么 CPO 好 那我们先看到COAS的部分 COAS前一波我就跟大家分享 红硕太强了 红硕这么强 你要不要去追 不要 红硕的话 你去追 你看一下红硕的部分 来 你常常可能 追在高点这边 然后震荡一下 你又受不了 结果你出掉 它又涨起来 那涨起来你又想去追 追了以后呢 它又震荡 你说这怎么做 所以我告诉大家 投资股票不只是 你看到技术面的问题 心态也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买到不对的点位 你会在那边怀呀怀 股票在那边怀呀怀的时候 你会受不了 你受不了就会想要出股票 你就会被洗掉 所以我看到红硕那么强 我立刻跟大家分享说 COAS就是夏拙的主流 那你不要去追 你可以做什么 G2C联盟 G2C联盟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我们每个礼拜赚报写给大家的 重不重要 每个礼拜写 你看这就是加777 每个礼拜好像关键密码 都是777 777 777 给你777 luckyluckylucky 了解意思吗 希望这些股票能给你lucky 有没有 好 所以你看777 写出来 G2C联盟 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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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盛 东台 东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五档股票 有没有全都赚 好 均豪 今天 今天台股是大跌还是大涨 不要说大跌 跌191点 191点 来 均豪 有涨还是跌 创高 今天大盘下跌 他都能 创高 而且上涨了2% 你说强不强 很强 强吧 那天涨停 我们也不追 你看他怀呀怀呀 我有没有感觉 今天又多赚一点 有没有很开心 你就不用去追高 你追高以后震荡震荡 一下赚钱一下赔钱 不是很煎熬 很煎熬 又要唱 那首歌很难唱 好 你看一下 我们均豪的部分 什么时候买进的 8月13号 98块5 98块5买进 今天不是报的很稳 126块 126块 没错吧 这样吗 不是很稳吗 这样子报的获利不是很稳吗 再来 均华 均华说真的 我跟他已经从449的缘分到现在了 我们坚持看多他 然后到前一阵子700块 是不是在这边 对 700块我们是在我们节目上 直接公开跟大家分享 我们又加码了 这档股票我觉得就是要加码 你看是不是涨上去 涨上去这样也超过25% 有哦 对不对 你看一下 700块 8月13号 700块 现在几块 看一下 现在878 878 178块涨了哦 对啊 所以你看一下是不是很强势 对 所以你看一下涨了那么多 涨了一涨涨了十几万 对不对 赚了十几万应该是这样讲 对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讲的 而且更别提上一波 我们449买进 到今天已经赚超过95%了 没错 449买进的 我们那时候只有获利了结一半 获利完了结一半之后 我们资金回来 又可以再买一次均滑 700块 对 对不对 900块卖掉 又买一次700块 哇 这价差 200块价差 如果他再回到900块 我是不是又再赚一次200块 200 是不是很棒 对 20万 好 你看一下均滑部分449 是不是之前449就买进了 买很久了 679也持续的买进 对 再来自胜的部分 哇 有很弱吗 没有啊 今天还是维持高档 也没很弱 所以你看一下 现在资金是不是都在中小型类股 没错 所以你去选大型股 你不要问我说 老师 鸿海还会涨吗 台积电还会涨吗 我给你的回答都是 Yes 但要等很久 但是要 要时间 Time Time 要时间 T-I-M-E Time 对 所以你以现在来讲 我不建议去做大型股 因为大型股前一波涨很多 这波修正也修蛮深的 那我认为大型股需要比较多的资金才有办法向上涨 所以它会震荡比较久一点点 所以你看我们自胜也是183块以下买进到现在 几块 212了 后利都是暴牢牢 就不用担心了 对不对 自胜 在冬结的部分也是一样 冬结的话你看今天虽然是收小黑 但是维持在高涨震荡 这就是我讲的 我这几天不追高 涨停我不追 创高我不追 我买在准备要起涨那个时刻 对不对 准备要起涨涨上去你看一下 59块 54块持续进场买进 55块7持续进场买进 我买了三次分批重压之后你看一下 今天63块8 63块8 对不对 全部都赚钱 全部都赚钱 你不觉得获利报牢牢 今天台股下跌了191点 与你何干 跟我没关系 没什么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的COAS G2C联盟 这几两股票是全面赚 这是有一档比较弱一点点的 东台 但东台我们好像没有 我就跟大家分享 有的时候还是跟上我们的脚步 会比较好一点点 你看一下 均豪、均华、至胜、东台 我们就是没有买东台 我们就是没有买东台 这五档股票我就是没有买东台 我敢在这边讲 就代表说我们会员真的没有买东台 对不对 有买退出这个YouTuber界 好不好 真的 好不好 真的 因为其实你看一下 我们就是买什么 均豪、均华、至胜、东节 我们就是看哪一档准备要起涨 我们就是买那一档 对不对 我们不要去买那个喷出的 你也不要买太低的 因为有些人有一个迷失 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把这个迷失拿掉 什么迷失你知道吗 嗯 买股票就是要买最低的 对 才会涨得多啊 才会涨得多 但是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买低的 它还有更低 它还有更低 比如说像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跟他讲 台塑集团 哦 台塑集团你觉得够深了吧 很深耶 有没有 这边你不要说现在了 那时候跌到80块 你看到前一波低点也是80块 两个W的水啦 进场买进 两笔打好了 打底打完了 第二只脚完成进场买进 哎呦 哎呦 这什么回事 是跌破70几 跌破80有没有 这边跌破之后呢 一路往下跌 反弹一下 无力 反弹无力之后继续的往下跌 有没有 这边 你还觉得碎吗 你还觉得碎吗 他有第三只脚 一直反弹 怎么样都弹不上去一个区间 他又持续的往下破底破底 再破底再破底再破底 等一下 50几块哦 对 你看80块 80块你觉得他是底了以后 就跌到50块 辛苦 52块 够弱了吧 这就是我讲的 你不要觉得 低点了 就没事了 有些时候低点还会更低 所以最近有另外一群人 问我另外一个股票 叫做友达 还有群创 哦 209的友达 嗯 面板的部分 你看一下 也是一样 他是不是底部持续的震荡 我们用周线图 可能看来会比较清楚 好 周线 你看周线他就是在 15到20块之间区间震荡 对 我觉得这种 没有太多操作的价值 除非真的跌很深了 然后你可以赚一波反弹 但是赚反弹 坦白说 辛苦啦 那你如果真的要赚反弹的话 我会建议你啊 0050给他买下去 我觉得会比起 你去买低的 友达 群创 来得更安全了 好那所以你看一下 那G土西联盟的部分 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对 那错过了G土西联盟 我们是每个礼拜持续的分享 我们上上周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7月营收爆发股 逆势抗叠的六党 对不对 那再来 机器人类股 机器人类股 我没有提醒大家要早点出 有 其实台湾精锐呢 涨起来我有建议大家 有没有 台湾精锐 嗯 我们看一下 所以如果Lite还没有加的话 小老鼠GD1788赶快加起来哦 每个礼拜都有赚爆 来 台湾精锐的话 其实也没有让你亏钱 他最近 你看 才开始跌哦 我们在讲 上上个星期要出的时候 你都还可以出在相对的高档 对 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的逆势抗叠股 有哪一些 泰茂 其实今天还是表现不错哦 是慢慢向上跌高 只是他在区间里头震荡 滋威的部分呢 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过 他就是在高点 对不对 琴雅 那不得了 你看琴雅今天还在创新高 够强了吧 来续软的部分 续软我们是上个星期 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哦 这边分享完我 我那时候还跟大家讲 续软还没涨的时候 我说 你赶快去找其他档 有没有 琴雅涨起来 你赶快去找其他档 有机会的 其实你看续软就涨起来 他好像后来就喷 有一根涨停 对不对 快要涨停 9%多这一根 对不对 然后涨起来 就高档震荡 那你是不是不要买在高档 买在这边准备要突破的地方 是不是就很漂亮 就不要追高 再来 还有一档 哪一档你知道 再看一下哦 好 之前讲 还没讲的就是巨翔 巨翔 巨翔今天呢 你会发现他 也涨起来了 这就是我讲 你看我当初看上他的时候 为什么我看上他 为什么 因为你看他就在那边 区间震荡 反弹之后 区间震荡跌不下去 基本面不错 所以我才把它写进去 因为营收爆发嘛 嗯 对不对 再来 错过这些 我们上礼拜最新最新撰报 跟大家分享 CPU CPU CPU的部分 你看一下我们昨天公开两档 叫做光盛跟波洛威 光盛跟波洛威的部分 昨天涨停 今天高档震荡下 没什么好担心的 不追高都不怕 对啊 再来 波洛威的部分也是一样 昨天涨停 今天维持高档震荡 今天台股是下跌191点 是很强的 好 再来呢 还有什么股票 你知道吗 嗯 我们已经公开三档了 对 再公开一档 旺系 哦 这个也是最近表现不错的 旺系 你看一下是不是持续的向上不断 增高 我们今天星期几 今天星期三 星期二 星期一 转报我跟他分享 我看到的时候 在这边在这边是黑的 他越走越高 是黑的 他是越走越高 我不是跟你讲涨的 也就是说你看 谁有能力 带你去买黑的 然后变涨的 谁有能力 让你去什么 震荡的时候布局 然后看到涨停 而不是涨停板 之后再跟你讲涨停 再去追 那你不觉得 风险很大吗 那你看一下 我们就持续锁定台积电相关的股票 我们讲了很多了 对不对 COWAS GTO 矽光子 G2C 不是GTO 差一点那个变成什么 麻辣教师 我知道你很想当麻辣教师 差一点变麻辣教师 再来你看一下 COWAS相关股票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分享 而且很多股票 我都是重复分享 你就知道重复分享 有一些股票就是很重要 你看像君豪 君豪 是不是很重要 对不对 智胜也是 智胜也是重复分享 对不对 星云也是分享 又分享再分享了 智胜也是 那再来其他的中砂 其实表现不错 再来我们看到 深阳半好不好 深阳半 你看今天 今天有跌吗 今天没有 今天是收红 今天还上涨了3.53% 今天台股下跌了191点 照样上涨了3%左右 是不是还是很强 你看一下 深阳半 我们是不是经常买进 121块的时候 上星期四 上星期四买进 我就说 我比较喜欢买在起涨点 买完之后 涨上去 就可以慢慢暴老 暴得比较老 因为你有获利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比较安心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还用深阳半 去做什么 换股 我们用深阳半换什么 智原 你看一下 深阳半换智原 当时的状况是这样 智原很低 我赶快换成深阳半 深阳半的话 你看是不是长起来了 智原还在原地 继续滑 有没有 这中间深阳半还经过了一个涨停 洗盘 你会不会被洗掉 你看 不会 这里很洗 涨停完之后 跌下来 老实实不行了 老实实不行了 就算不行 我把它出掉 也是赚钱 我们还是赚 你不觉得这样子 买股票很安心吗 你看 它又上去了 又上去了 就不会被洗掉 再深阳半也换什么 艾普 换掉之后 你看一下 艾普又在低档 继续滑呀滑 深阳半在高档 对不对 震荡持续的向上垫高 有没有 这边有写 资源艾普 要等很久 等很久 你去换深阳半 全部把它换掉 全部换掉 就是喷出了 喷出完之后 那天我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它涨停了就很开心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人生总是会经历各种挫折 我觉得投资也一样 投资总不可能每天都顺风顺水 每天涨给你让你赚 总是会有震荡的时候 老实我最近看到一句话 我觉得跟你这个很像 什么 它说没有任何一档股票 或者是任何一个股市走势 都是一条直线往上的 对 它会震荡走高 所以重点就是你在震荡的时候 你要怎么处理你手上的捕位 你要怎么换股 你要怎么买股票 才有机会逆转胜 那当然我们持续的关注一些 细光子CPU的题材 这几档股票呢 我会考虑进场去买 那如果说呢 你手上股票有问题 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换股操作 反弹 这一波反弹换股呢 我认为逆转胜不是问题 重点是你也没有那个决心 拿出你的决心 只要肯行动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马上加入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 0800668085的免付费针线电话 加入基顶老师的解套计划 利用反弹换股 太弱留强 平行换股 让你重获生机 即可换股 赢在下一波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赶快加起来哦 所以蟑螂跟百竹虫 你比较喜欢蟑螂 我比较喜欢何基顶老师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谢谢哦 无论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买点 欧市表股 我是何基顶 超过20名的投资经验 专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到操盘策略 帮你培养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订阅 分享并加我的LINE A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